到頸部 到頸肩 到骨質的肌肉 頸部一來沒那麼緊 二來就是 那個 心情都放鬆了 很自然 不會強勁要你進入某個狀態 因為原來醫師用了那種技巧 我自己都不知道 現年26歲的Irene 從事文職工作 經常對著電腦 又是低頭軸 不良姿勢 導致肩頸不舒服了大約一年多 看過細衣 照買X光 但醫生紙整體都沒甚麼事 所以他都沒甚麼管理 我右邊會痛點 舉手的時候 這裡會拉住 會有近 有時想拿東西 或怎樣都不方便 有時我現在就這樣坐在這裡 好像沒甚麼 但都是很扯住 整個人是很不自在 有時做事 但他會拉住 會痛 沒辦法專注我工作 肩頸不舒服的時候 Irene會自己按摩和熱敷 但效果只能維持一晚 前陣子他更加憤禮 最後在朋友介紹之下 今年1月終於看中醫 主要是他的頸椎有少許移位 中醫治療方面 主要都是會用推拿 和推拿手法 去幫他做一個治療 我們會叫這個手法 叫做鎖鏡 其實就是主要 令到他的頸椎 可以增加了一個空間 令到那個頸椎可以回到正位 就可以令到那個坐位 可以得到收服 但估計都估不到 中醫除了用推拿手法 還配合了一種秘密武器 胡醫師子配合催眠做治療的時候 會先以推拿手法 放鬆患者的頸部肌肉 再用手觸摸頸椎 錯位較嚴重的位置 之後會進行定位 決定患者頭部向前傾的角度 一手扶著患者頸椎後的位置 另一隻手會利用手臂包住頭部 在搖晃的過程同時 亦都會加上一些催眠的雨具 令患者可以盡量放鬆 隨著你的呼吸 你會感覺到你的肌肉 開始放鬆 你的頭也開始放鬆 感受到患者整個情況都開始放鬆 就可以進行整個鎖頸的過程 我很害怕痛 因為一怕緊張 我就會整個人都繃緊 可能他再做動作時 我就會同意 但他令我放鬆 之後才做的話 就沒有不同了 但要留意 胡醫師指 雖然處於催眠狀態的時候 可以減痛 但當患者清醒之後 疼痛會逐漸恢復 現在Irene做了三次催眠連推拿的治療 大約兩星期做一次 舒緩效果亦可以維持到一星期 加上催眠這個手法之後 他的頸部肌肉可以更加放鬆 就可以令整個鎖頸的手法 會進行得更加順利 如果他太緊張 令到他的肌肉繃緊了 再進行鎖頸 甚至乎有機會傷到他的頸部的肌肉 不單止錯位做不到 不能夠腹位 甚至乎會傷到他的頸周的肌肉 就會令整個病患更加嚴重 除了推拿手法 治療透通 失眠等 以及進行針灸時 都可以配合催眠做治療 對於一些身心症 例如有胃痛 頭痛 失眠等的情況 亦都會加上催眠的語句 在整個診症溝通的過程 除了在身體上的治療之外 心靈上的治療 亦都會得到一定的舒緩 而如果是做針灸治療等的催眠 主要會是一種解離的催眠手法 就可以令到患者將專注力轉移 可以減低痛症的同時 亦都可以減低對針灸的恐懼 另外 胡醫師指並不是每次治療都需要配合催眠 會視乎患者是否處於緊張狀態 以及是否對治療感到恐懼等來決定 亦都不是個個都適合進行催眠治療 除非影響到他的呼吸的時候 當他進入催眠狀態會令他的呼吸更困難 這個會影響到他的身體不舒服 這個就會不適合 胡醫師亦強調 其實催眠治療並不是神怪的事 只是藉此令患者進入比較放鬆的狀態 來進行中醫治療 無需對這件事感到害怕 不過要真正改善 例如Irene的肩頸痛 最理想的方法應該從筋圓著手 改善不良的姿勢習慣